然後塗了一半就放棄 他就醜了四年了 四年了 他還被整理好大型 不丟垃圾現場 大概六天六夜把東西整個整理清空 六天六夜去油漆 終於完成啦 最後就剩地板囉 今天是2021的8月1號 我在台北住了七年半 快八年 現在決定要搬回南部了 北漂小海 南回 這裡 是我的行李 其實我已經在台北搬了五次家了 所以呢我決定搬回我老家 就可以再也不搬 我剛剛睡著了還沒畫完 我剛剛睡著了還沒畫完 我的狗狗 要出發去坐車 回來了 大家好我是YJ 記得按讚留言訂閱喔 我們來到了雲林的深山裡 在和彰化還有嘉伊林街的這個 城市某一個角落 有一棟有某種問題的住宅 YJ的家 這個家遇到的問題是 物件001 十多年浪費頂樓空間的家 對雜物就是那個 那個媽有些東西我說丟了 她說捨不得 啊捨不得搬去哪裡當然就是往上搬 啊你們就跟我們住在一起 捨不得你們上去我們看不到 所以就越來越沒有用上面了 就是把所有的東西都堆上去 那你就可以了 好的謝謝 就是你自己去看看後陽台 後陽台搞成那樣就是那一間 會什麼的那樣 好的 她剛剛說的是這裡 沒錯 我每次跑出去拍拍一個禮拜以上有時候一個月 然後那個房租好浪費喔 一年可能要十幾萬喔 然後貴一點可能要二十幾萬 然後兩年就三十四十萬我就覺得好貴喔 後來我就想說反正疫情大家也都不用出去 要見面也是線上的 反正這哪裡都沒差我就回家 這整層都是我的 然後就都不用花錢就很開心 還好欸 因為大部分我們都自己用 這個牆壁啊 老壁子 就以前就是大概我二十二歲回來的時候 我就有拿那個水泥漆 其實亂吐了一年 然後吐了一半就放棄 它就醜了四年了 大部分的師傅都會說要把壁子拔掉 才能吸油漆 但是因為那一面牆讓我知道 四年它都不會壞 所以我就想要直接把它騎上去就好 反正如果四年後它壞掉或是翹起來 我們也該 就是這棟房子也該重新徵修了 跟大家介紹一下我的老家 這是二樓 然後我的房間在三樓 聽說在過年前就是 他們這裡才是堆滿的 大家堆了二十幾年 終於清乾淨 然後現在就是往我的房間去整理 先給大家看這個荒謬的一切 這可能也放了二十幾年 但最荒謬的是 這種所有的東西 都是我大學的時候帶回來的 就是租住帶回來的 然後我現在已經畢業幾年了 現在2021 我2017年 四年了 都還沒整理好 所以我們今年的目標是把這邊整理乾淨 這是我老家房間 還算是有在整理 但是就是還是蠻多東西要被整理掉的 我也想把它斷捨了一下 還有一間很扯的是 這間是以前我阿公也住的地方 然後他過世之後就變成一個 大型 大型不丟垃圾現場 所以我們今年就是想要把它整理一下 首先我們花了大概六天六夜 把東西整個整理清空 感謝外妹幫我一起整理 不然大概兩年後還是一樣 我真的對整理超級有障礙的 還找到一堆很有回憶的東西 跟大家分享可愛的我 在澳洲 這好可愛的 好笑 我小時候就有寫 不能吃香菜跟不能吃香蕉 我小時候怎麼這麼精明啊 長大肉一圈之後 才覺得我小時候寫的都是對的耶 我小時候就不喜歡接電話 好好笑 因為不喜歡過馬路 超白癡的我超不會過馬路 DOMO君的DVD耶 這現在應該完全找不到了 這個我要留著看 我超喜歡DOMO君的 然後我們又花六天六夜去油漆 耶 我漆完 這邊了 這邊還沒漆 真的有比較明亮乾淨的感覺 然後我發現很神奇 就是這個燈是面向那邊的 所以那邊會比較亮 所以這邊會比較暗 所以我其實這邊有擦亮一點的顏色 所以這樣看起來才會一樣 五中七還是有一點味道 所以我今天要睡下面 讓它通風一下 而且其實真的還算蠻好漆 拉兩扯就蠻遮的 其實壁紙不太適合直接漆 所有的油漆師傅都不願意直接漆 但我就是不想要掛下來 因為太麻煩了 那如果之後有事 那我應該有錢可以就是 買一棟新的房子了吧 然後我又自早麻煩多漆了一層磁性漆 這是那個磁鐵 喔就可以吸上去了 太棒了 這樣我之後就是這兩條都可以隨意的 就是佈置一些我的紀念性的照片 外面還會再漆一層正常的顏色 所以是看不出來的 會是漂亮的顏色 然後我又耍了個白痴 但是顏色千萬不要自己調啊 因為真的不可能調出一樣的顏色 反正我最後是乘漆了 終於塗完了 塗了三天三夜 塗到超累 而且那一面牆我塗錯了兩三次 我什麼都沒看到 哇好舒服喔 欸 蛤 欸阿哥立板破掉了 沒關係 那本就化了 明天生日快樂 謝謝 再收一次 你六月底就收到了 谢谢 第二间因为有经验 然后又有ZG跟Y妈的帮忙 很快就完成了 谢谢ZG特地来帮我漆另一间 它真的超级高的 伸手都漆到顶了 终于完成啦 最后就剩地板咯 在这边感谢90A10科技家居 台中的师傅真的是细心又快速 它铺地板真的铺得很转眼 不到一天就弄好了 我最后还是选了浅色的木地板 感谢观众的建议 真的让小空间感觉放大了 而且不压迫 我这个大概一间才三瓶而已 不过浅色真的蛮容易看出脏的 掉头发或是有脏污都很明显 但其实拆一拆就好了 不用太担心 这三瓶也不过浅色的 坐下就好了 这一步太担心了 请你一起吧 在这边躺着 以及担心的 是 汗里面 我才肯定 在这边 我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